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幫大家做HRV的操作教學 不論你是還沒交車或是已經交車開一段時間的車主 都可以參考影片的內容 影片除了基本的操作功能外 還有一些比較進階功能的設定 ACC的跟車系統 CMBS 碰撞緩解系統 靈敏度的調整 Walkaway離開自動上鎖的教學 胎壓校正歸零 還有最重要的 隱藏功能的開啟 影片下方會有目錄標示宿命欄位 可以直接點擊跳到想要了解的片段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鑰匙只要放在我們的身上 或是包包裡面 感應的距離是80公分 我們今天只要鎖門 只要按下 這裡 按鍵 觸控的 按下去後照鏡就會自己鎖起來 這樣就代表門鎖好了 然後手伸進去 一樣就可以開啟我們的車門 那我們今天在鎖門的狀況下呢 也能直接開啟我們的 後尾門 那我們走到後尾門 一樣鑰匙在身上 只要80公分的距離呢 我們只要按下 這個開關 一樣就可以開啟我們的尾門 如果是S Plus的方法也是一樣喔 只是S Plus 並沒有電動尾門的設定 接下來我們看到 下方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這一個 這個是鎖門 那我們平常開的時候呢 就是按下這個開關 那這個鎖門代表什麼用意呢 我們今天 只要關起來 按下那一顆小顆的鎖門 按下去之後呢 那我們的 整台車呢 門就會 完全的鎖好了 包含後置鏡也會自動收起來 就不用到 前面呢 再去按下這個按鍵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車內 那車內的部分呢 首先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左邊這一排按鍵 那這個是 大燈的高度的調整 0代表是大燈是最高的 1 2 3 數字越大 大燈的高度 越低 那我們建議是0就好 除非你後座有載很重的物品啊 或是說載很多 載人 那我們再做一些微調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電動尾門的開關 只要按住 2秒鐘 我們就可以呢 直接開啟我們的電動尾門 那要記得 不論你是開 或是關呢 都必須要在 P檔的狀態下才能使用喔 如果你今天在 N檔 D檔 R檔 S檔 那我們不論怎麼按 電動尾門 都是沒有反應的喔 好 再按一下 暈末2秒鐘 我們就可以做關閉 那如果你有選配前方的 前停車雷達呢 這邊會有開關 例如說我們前面的摩托車啊 離我們太近啊 按下它我們就不會一直嗶嗶叫了 那再來這個是 車輛的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我們只要後駐約末2秒鐘 按住 這邊就一個off 那平常我們一定要開著喔 即使你現在關掉了 我們重新發動的時候呢 它一樣會自動的打開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一顆按鍵 這一顆按鍵呢 則是 碰撞緩解系統以及 RDM道路偏移抑制系統的 這個快速啟動按鍵 我們按下它呢 按下它呢 就會跳出到這個頁面 那我們這個頁面呢 透過我們的 滑鼠 這邊有個滾輪有沒有 然後按下去 壓著 它就是Enter鍵 那我們就可以做 開啟後關閉 例如說這個是 碰撞緩解系統 那上面的這個是 RDM道路偏移抑制系統 那我們建議都是做開啟的就好了 那上面這個實施返回 按下確認鍵 就可以做返回的動作 好 那我們按下這個Home呢 Menu可以選擇 你想要看的頁面 那原則上我們比較常用的就是 油耗 好那我們按下Enter 我們就可以直接跳入這個頁面 Range 201就是可行使的里程 那下面那一格現在是虛線的是 平均油耗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A里程以及 B里程做歸零呢 我們一樣透過這個滑鼠的選單 連選到B里程 按下Enter鍵 三滑Reset 就可以 把里程以及平均油耗做一個歸零 那總里程的部分是沒有辦法做歸零的喔 那接下來呢這邊比較簡單的是 音量的大小聲 歌曲的切換 那這個Source的部分呢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按下Source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跳到電台 或是FM、AM 或是說藍牙 Apple CarPlay 的一個連結 喔 就是在這邊 就是在這個Source 部分可以做設定 好 那 這個是 接電話 掛電話 那這個是 例如說你有接 CarPlay Android Auto的話 這個是 點選它呢 可以直接說 你要去哪邊 或是你要打電話給誰 那它就可以直接去做 撥好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 跟車系統的教學 那首先呢 我們必須把這個開關打開 首先呢 原本是這樣子的喔 那這一顆有車子圖案的這一顆是總開關 這個是車道維持 那我們平常呢 這顆按鈕我們就不要關它 因為這顆總開關如果關閉的話 你這邊的按鈕你怎麼按都是無效的 好所以記得 這個如果你有常用跟車系統啊 或是定速的話呢 你就 這個 按鈕 我們就不要關閉 那我們今天要定速 或跟車 你怎麼按呢 我們只要按下這個Set 就可以去做 定速或是跟車 那怎麼判別 是定速還是跟車呢 我們按下這個Set Set就是會設定在你現在的車數 90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圖案對不對 10星的 10星的車子圖案呢 也就是代表他有抓到前面的車子 所以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把我們的腳呢 離開 煞車油門踏板放在地板上 讓我們的車子呢 自己去做控制 那如果要加速的話呢 透過這個加 按一下是加1公里 那長按呢 它是跳10公里 像130 像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是距離 這顆是距離 4格 3格 2格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 剛開始使用的話 就是2到3格 那之後可以調成 1格或2格 因為畢竟 如果說我們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還是遠一點點 你比較不會覺得那麼的恐怖 那我們有看到這一個 一個方向盤 有兩條虛線的這條 我們只要打開 它這邊就突現一個圖案對不對 那兩條綠色的代表 LKS有作動 也就是說 車道為止有作動 它會 幫你輔助 那我們看到 這邊有沒有變空 空心的呢 剛剛變空心的就代表說 它沒有偵測到前面的車子 那如果說 沒有偵測到前面的車子的時候啊 你就要自己去注意 前面的狀況 有狀況要自己踩剎車 那如果像這樣子 時薪的圖案跑出來 就可以放心的 給它開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cancel鍵是取消 按一下取消 就沒有跟車 不過車道為止還在喔 我們的車道為止時速72公里以上 或是踩剎車呢 也可以做取消的動作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加 reset加是什麼功能呢 reset加就是說 我們今天 除了剛剛 定速完 加速 減速的功能之外啊 reset加有個好處 我們只要按下這個加 有沒有發現這個120公里呢 它的 數字是 沒有顯示的 就是淡淡的120 也就代表說 這是我們上一次 剛剛解除的車數 那我們按加呢 就可以迅速的回復到 跟車120公里 我們看看 它馬上就跳出120公里 120公里的腳 120公里 接下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比較基本的空調的設定 這個是AUTO AUTO就是恆溫 這邊是調節 調整溫度的調節 AUTO的話有時候呢 風量可能都會太大 或是太小 有些不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節 這樣子的話AUTO就會不見了 那SYNC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雙區兩邊的溫度同步 例如說 這樣子 25.5 21度 那早按下這一顆鍵呢 兩邊溫度就會做同步 室內循環 室外循環 那一般如果說空氣比較好的地方 會建議開室外循環 不然車上容易會想睡覺 這個是 角度的調節 前檔儲物 後檔儲物 AC的部分 除非想要開送風 不然一般 不用按 AC它永遠都是 ON的狀態 關冷氣的話是這一個 接下來幫大家講解一下 電子手煞車 AUTO後 往上勾就是我們拉手煞車的動作 那往下按呢 就是放手煞車 那放手煞的時候呢 放手煞的時候必須要腳踩著煞車踏板 我們才能做釋放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只要 我們今天啊 有吸安全帶 只要安全帶吸上去之後呢 我們只要排入 D檔 輕踩油門 手煞車就會自己解除 我們試看看囉 輕踩油門手煞車就自動解除囉 好 那我們現在講解一下 BLACK HOLE的功能 只要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亮一個A對不對 對有亮A就代表說煞車已經幫你踩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放下 放開煞車呢 車子也不會自動往前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解除 解除的話呢 只要輕踩油門就可以了 這功能非常好用喔 那我們在煞車 只要踩住約1到2秒鐘的時間呢 BLACK HOLE就會自動的開啟 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那接下來的部分 這邊會講解一些比較進階的功能 那我們一樣 按下這個控鍵呢 點選控鍵 然後點選到這個 設定 點選進去呢 然後呢 美女對不對 那我們往上或往下 滑 那第一個是TPNS 就是胎壓的效震 例如說我們今天有亮胎壓燈的話呢 我們今天要如何效震 很簡單 只要按下 只要你確定好 4個輪子都有打足夠呢 那我們就可以按下 確定鍵 點選進去 好 那不要按這個喔 我們要往 滾輪往下滑 這個按鍵呢 再點選確定鍵 那我們就可以 完成胎壓的效震 等他一下 那這樣子就是效震完成 那你這個胎壓指示燈呢 就會 離開 那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今天離開的話呢 是他正準備要開始效震 那我們HONDA原廠效震呢 是 時速必須超過40公里 40到100公里 持續開半小時 那他才會最後完整的一個完成 正確的效震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直到你有做這樣的動作為止 OK 那我們再按HON鍵 一樣設定 那我們現在要教學一個 WALKER WAY 離開機動上鎖 我們就選到這個選單 一樣按一下確定鍵 這個 第一個就是WALKER WAY 點進去呢 HONP 就是關 那我們就選按 那這樣子呢 我們只要 鑰匙離開到車外 1.5公尺左右 車門就會自動上鎖 在這邊就有開啟或關閉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控撞緩解 CMBS控撞緩解的距離調節 一樣 選單進入 Menu 我們往下滑 找到這個 這個選單 你選進去呢 一樣 再進去一次 這個 這英文太難了 那這個Normal的部分呢 就是正常 也就是說 碰撞緩解的距離 就是說它有時候會出現那個Black啊 會不會提早啊 或是比較晚 提示 就是在這邊做設定 Normal就是你現在做使用的 就是Normal 那我們一般是建議在Normal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你想要讓它感應的距離 再短一點點 不要 長長的 就是會出現這個Black 就是你想要 你覺得你自己的開車的 專注度都特別好的話 你可以選到這個 這個就是短 也就是說 要比較近 的時候呢 它才會做提示 或是煞停 那這個LONG 這個的話就是長 那我們今天就是 在 比較遠的地方的時候呢 它就會提早出現這個Black的燈號 提醒你要踩煞車 甚至會提早的幫你做 急煞的動作 就是這個 那我們一般還是建議在Normal就可以了 接下來幫大家說明一下 非常重要的功能 隱藏功能的開關 那我們今天呢 不論你是在N檔 或D檔 或是P檔 我們今天只要 車輛 熄火 手剎車 它就會自動的拉起 但是這個功能呢 必須要 做開啟 如果你沒有開啟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 拉這個手剎車 那我們今天這個功能要怎麼使用呢 首先呢 我們必須 在 紅火的狀態 或是說 今天有發動的狀態 都可以 那我們講 不要踩煞車 不要踩煞車 那我們今天只要 先拉一下手煞車 再拉住 Hold住3秒鐘 我們示範一下 先拉一下 再拉住3秒鐘 聽到嗶嗶嗶聲 放開再拉一次 拉到底 OK現在嗶嗶兩聲 嗶嗶兩聲代表這個功能已經開啟了 那我們 我們來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先發動 我們現在是 關閉手煞車的狀態喔 OK 不論你是在P檔、N檔、D檔都可以 例如說我現在在N檔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 只要按下熄火 手煞車會自己亮 自動拉手煞車 這個非常的安全喔 那 這個方法要怎麼做關閉 好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剛剛聽到嗶嗶兩聲 代表是 這個功能已經開啟 那要怎麼關閉呢 一樣 我們拉一下手煞車 拉一下 再拉住3秒鐘 聽到嗶嗶聲 放開再拉一次 聽到長聲的嗶 代表 功能已經關閉 那就是跟原本的車一樣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車輛操作上的問題 或是還有什麼樣的功能 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